乾隆也爱喝奶茶吗 乾隆祖辈是幽默民族 这天吃饶喝酒 吃蔬菜少 最后 喝了加了奶这茶也睡后 啊兄弟 晚上一起烤前阳 喝奶茶的传统就这样延续下来 皇家奶茶配料可不一般 牛奶来自工厅牛圈 一百多头奶牛 吃好的喝好的 随时供应新鲜牛奶 快快快 等会儿就不新鲜了 茶叶要选顶级供茶 一般的茶叶还选都进不去 水要用玉泉山山泉 当天和当天打 再加入几瓶奶油清甜 牛食一个大汉 住之后就能上茶了 万岁爷 凌晴 嘿 用我这镶嵌了一百零八颗红宝石的和天一碗和奶茶 本香 记得美丽给我蒸一碗 回宋朝 卖泡面 赚钱吧 这味道 这味道 果然肯定喜欢 哎呀妈 这面也太好吃了 嘿 好吃啥 早晚倒闭 别高兴太早 盖的泡面用完后 你就只能自己做了 喵喵喵喵喵 当你在面粉中 加油 圆 揉搓 扎气 扁脂 蒸熟 油炸时 同行 已经卖了五十万面了 当你把葫芦薄白菜小葱分干时 同行已经卖了两百万面 当你直起大锅炖酱时 同行已经下班数钱了 我笨呀 晚上加工不行吗 没有沙均和素风 你的面和酱几天就臭了 因为工序复杂 你的面还贵得离谱 少了二十多种添加剂 还不够吃 哇 我瞎得喜欢吃这个 客观 一丝面 四破绒面 四流 就下面 表姐下 一破面 天呦 可爷 你还是卖人家的吧 宋朝人想吃汉堡包 那可太难了 小吕 给朕做个汉堡堡吃 陛下 汉堡包里的番茄和生菜要到明朝 才传入中国 无论如何 请你再生两百年 我放这些来 真爱吃肉 陛下 牛排也搞不定呀 咱打宋 禁止屠杀 耕牛 带走无神来杀的呀 而您是皇帝 只能吃羊肉 那就夹着羊肉吃 陛下 最后一个坏消息 面包要到清末才传入中国 听说没有一个宋朝人能活着遇见他 能改就改 不能改 陛下 咚咚 您看 把面团裹上芝麻上铁成烤 这不就是面包吗 再把鹿羊肉切片 这不就是羊排吗 浇上柳汁撒上葱花香菜 汉堡包不就成了 名字我都想好了 马铜伯格 啥意思 羊肉火烧 真香 古人什么时候吃上油炸食品 古人最早吃的油都是动物油 甚至还研究出一套吃油法 春天用牛油去漂亮 夏天用雀油揭小鸟 秋天用猪油揭小鹿 冬天用羊油揭小鱼 本是头鸟 小鸟和太太呀 我都吃膨胀了 到了汉朝 张天从西域带回了芝麻 于是芝麻油成为主流 晚上吃芝麻油的牛肉 到了宋场 油的种类更加丰富 大马油 杏仁油 菜品油 苍儿子油 油 银油尽油 因为成本低 牛炸食品盛行 老板 我要炸五花 炸 来把酒带好了 我吃素 唐朝人早餐都吃什么 比如 粥就是唐朝人的最爱 他们还喜欢往粥里加奶 加蔬菜 加肉 加水果 加干果 像王伟就特喜欢在粥里加芝麻 喝完这碗粥 我要开始泄湿了 除了粥 真饼和杂菜煎饼也是热门早点 再搭配一碗叫做博托的面片汤 我加班到十点都对不起这顿早餐 如果这些你都没胃口 还可以找家西域湖饼店 买姜饼点肚子 老板 这大饼的滋味 也太单调了 有没有吃过 就不回此生的饼 有啊 我两年前就吃过一种叫 古楼子的羊肉糊饼 里面割烧胡椒 多吃甜味 在墨上酥油 爪炉子里口 你口下去 羊肉和酒香在味里面爆开 别提多香了 那贵吧 我要给舅舅买一箱 这么跟你说呗 我两年前买过一箱 多细致 还在换饼前 唐朝人有多喜欢吃大蒜 据说唐朝时 洛阳一个和尚最馋 去朋友家吃鱼 结果鱼上桌了 没有蒜 他当场就掀了桌子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不止和尚 唐朝从皇帝到百姓 都爱吃蒜 吃羊肉要配蒜 喝茶要配蒜 就连吃张胡饼 如果放上鸭肉 不割蒜 最多也就吃两口 就就 这边不放蒜 吃的不地的 诗人高士更离谱 直接在家里搞了个大蒜基地 还边种边血湿呢 不论空蒜醋 尽要好浇浆 哦 好湿 会说话 等我带你舅舅 一起来吃蒜泥凉面 哈哈哈 该吃蒜蓉蒸鸭吧 而高士 曾跟李白和杜芙 一起游山玩水吃大餐 无法想象 他们一边吃蒜 一边谢湿的情景 我扶黄河去京去 挂喜预计 波连山 古人吃得起茶叶蛋吗 比如光绪皇帝 吃一颗茶叶蛋 就要十两银子 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吃的蛋也是这一价吗 哈哈 我对鸡蛋过敏 不了解蛋价 这背后 其实是内务府再高贵 下个月老妈生日 蛋价得再提点 因为没人敢管 内务府哥你家大胆的捞油水 甚至 把慈禧一天的用蛋量 提到五百个 老伯爷能吃这么多蛋吗 没这么多蛋 咱咋去洗一杯啊 哎呀 打烟 后来 慈禧安排内务府采购一批木箱 内务府报价六十两银子一个 刚要走流程 被达成 严谐店家 能用六两就能买一个 好啊 给你半个月 办不到 就办你 结果 内务府提前通知了店家关门 现在立刻 马上上餐餐门 严静明连个箱子渣渣都没捞着 不信邪的严静明 又托清醒去天津采购 然后 清醒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 好路了 我就说你不行吧 不 一分价钱 一分货 古人会想喜欢吃臭的 比如 长沙臭豆腐 安徽臭桂鱼 广西酸笋 北京豆汁 古人都爱得要死 其实 主要原因是古代食物匮乏 保鲜措施有限 于是便研究出发酵食物的工艺 不过 对于口子 吃臭明显有难度 哎哎哎 鱼哪样肉败 不是 不是 但是对于古代苏州人 夏天能吃上一条臭食手鱼 能美的 何不能嘴 这鱼 除了平民 皇上也爱吃臭鱼 比如 江南的顶级贡品 食鱼 号称出水即死 于是 当地官员要连夜撒盐夹击派送 历经一个月才能到京城 舅舅 这鱼都臭 闪一边去 没见过世面 这叫臭 千万别让上面知道 这鱼坏了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于是 地后平贝都以为这鱼本来就是臭的 会相似给大臣一起吃 大家一起干了 后来 thanking去江南办事 我查到了新鲜的石鱼 你当我傻呀 石鱼是臭的 你 这是假鱼 这是真鱼 我活了70多年 就没吃过臭的石鱼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山朝人也跟你一样会享受 家里来个贵客 虫有信立马会拿出祖传大鱼给你炖肉 然后从早上炖到周末就还没熟 我们的关系就像这块肉一样 受不了 谁说的 虫有信又迅速拿出祖传小力 因为体积变小了三腿中空了 炖肉祖宗跟冲了会员一样快 哎呀 要我说装点蔬菜山就完美了 虫有信又酷速拿出了眼 眼的下半部分是力 吃饭时加水 放上粽 粽的底部有口 点火加热后就能整熟食物 吃到美味的蒸萝卜蒸藕 蒸肉丸了 哎呀 要是能 累死我是吧 我的意思是 这些菜是不错 就是吃点啥 吃啥 不如你再等两天 等下回更新就知道了 在古代冬天怎么吃蔬菜 宋朝时没有几种选择 首先是 煎菜和干菜 秋天产的豆角 萝卜 芹菜 竹笋等 一部分排队进入坛子 跟花椒大料做朋友变成盐菜 另一部分挂在室外 让太阳当干爹 被晒成干菜 到了冬天 凉拌或者酸肉 都很香 想吃新鲜蔬菜 故人也有办法 把秋天下岗的豆花 山料 萝卜 萝卜和白菜 狗糊 送进地窖 让他们在 恒恒损失的门房 也必须吃自我 哎呀 我都等不及被吃掉了 另一部分蔬菜 待遇更高 菜根被放进 且地窖 沙子当枕头 麻烦当被子 浇粪 还以排 趁他们不注意 盖上木头 在发酵生日中 就能得到 鲜嫩的 酸黄 酒黄 葱黄 和芹菜黄 最能的 会被过后 送进黄蜂 被晃成吃掉 真香 古代大帐 都吃傻 三国时期 除了统帅 能啃啃鸡 吃饼每天 就是小米野菜粥 不过 开转圈 能吃得厚点 夹了肉 的小米野菜粥 刚炸了这鸡 准八千万粥 给大家啵啵 尤其贵 宋朝就大气多了 薰粮 还有锅盔 和茶叶 真香 咸摸摸 咸摸啥 我有 奶龙 麻烦 牛肉 给你香 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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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都没有明朝香 他们用糖泡饭 把大米 住属 晒干 吃的时候 泡热水 就行 打仗时 还有春孔烧饼 和米饼 此外 调料还有 盐块 豆豉 醋 炖饼 肉类有 牛 马 鱼 零食 有 乌梅 吃光烈杂成 那就只能喝 小米野菜粥了 假如这辈子 只能吃一种肉 牛 羊 猪 鸡 你会选哪一种 乾隆一定会带上 家人毫不犹豫 选猪肉 他有多喜欢猪肉呢 据说他一顿饭 就要用掉猪肉 130斤 野猪肉 25斤 排骨 15根 猪膀胱 8个猪肘子 3个猪肚 2个 哎呀 大汤刺身 咋还不上呢 就连祭祀 亚洲大戏 也是猪神猪 这猪要经过 层层选拔 才能进过 谁记谁记 不过烹饪方法 就操得很 清水煮下就好 连乾隆吃一口都会 好 还可以 然后转身 就把剩下的 全赏给大臣 谢谢皇上 过关了好日子的大臣 根本吃不下 面箱应付几口 活动结束后 出宫就偷偷丢掉了 不过 要是被发现了就会 给我砍了 大家好 我是乾隆 今年刚登基 谢谢 谢谢大家 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 过除夕 我也好奇 年夜版都有啥 先看看凉菜 有五香羊肉 五花肉 鹿鸡真鸭 这厨师 一定是出去做 你看这小鸭 骂他多骑 再看看热菜 有八宝鸭 葱姜鸭子 有我挂炉鸭子 有我芙蓉鸭子 有我冬笋鸭汤 万年老酒 炖浪鸭火锅 不得不给厨师点赞 我又好夜窝和鸭子借口 年后加鸡 最后 再看看点心 龙眼睛上白鸡头 腰果梅干 葡萄干 还有我爱吃的鸭肉包子 不得不说 全龙过年 鸭子遭罪 对了 应该还有主食 主食吃啥 鸭子香 小子 哎呀 真香 我是丑小绿 祝大家 虎年大吉 春风得意 骑士皇吃的 有我们好吗 骑士正哥连炒菜都吃不上 日常早餐 也就小米粥配点烟韭菜 你一懂啥 原生呢才健康 不过午餐就丰盛很多 除了炖肉吃 还能变着法的吃烧烤 大傻 烧烤弄好了没 大王请看 这是番局 主作大火烤卷肉 这是智局 主作鹿肉烤串 最绝的 还是跑局 要在正猪肚里塞水果 然后过泥小火烤 只有您这样霸气的人 才配吃 可惜 烧烤神器 滋芽和辣椒 还没传进秦朝 鸳味烤肉 吃的才地道 而且寡人还有酱 大王 这里有鱼酱 蚂蚁酱 和兔酱 这兔酱 我可是精选上等辣肉 且最后 掺入酒脂和盐 放进瓮中蜜蜂 足足发酵了三个月呢 真香 油赏 当然 酒足饭吧 后 舒服 郑哥也会喝点黄酒 酒精度嘛 大概一度 寡人的生活 你羡慕不 宋朝 请朋友吃饭 贵吧 首先你要选个 好地方吃饭 帅哥 吃点啥 你们的 来个脚侠子血 吵鸡仇吐 酱猪鸡 再来个爆炒羊肉 纸巾肠 莲花肉饼 羊肚汤 这电丸菜 酒水也得拍唱呀 来壶普通呢 上等的鲜老 好嘞 适量硬的 帅哥 问了二十八个菜 亲了 好的 好好 这里 主席才没有 可以救我妹哟 哎哟 小车掠牙了 救手送不了 什么 二十 好嘞 哎呀 您的耳朵 真是一样 我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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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顿饭 至少要挂掉 三十两银子 也得一千 三万块 我是丑小绿 今天 我失去了两个好朋友 你敢吃苏东坡做的饭吗 相传 苏东坡去登州入职时 当敌人给他接风 安排了三天海参大餐 哎呀 这玩意儿也太好吃了 后来 苏东坡回请大家 拿出了独门倔记 快去把海参和东坡肉一起炖了 我要惊艳全场 结果 他心想说 全场吐白沫 老苏呀 你这是做的螺丝粉炖榴莲吗 我可不想一年造势呀 苏东坡捏着鼻子看看锅 发现胡干臭 海参还少了三头 真纳闷呢 厨子流着鼻血冲进屋 大人身里有毒 流鼻血了感动 啊 怎么会这样 真想 只有一个 厨子加工时 没有把海参煮熟 浸泡一天 导致海参提丑 那消失的海参呢 被厨子偷吃了 他的鼻血就是证据 大人 难错了 难看这海参太重 担心您中毒 就寄您试了菜 这么不 是没想到啊 苏东坡太后 哈哈大笑 赶紧写诗记录下手 四吃身 三次吃他 一丢人 高牢当居 登州府 活身佐久 沈天神 古代杭州 也是美食荒漠吗 比如南宋时 清河郡王张俊 为了找工资 就在杭州 请宋高宗吃了顿大餐 官家 这可是特意为您 量身定制的大餐 有 姜醋甲工权 姜咬炸肚 油谋签 姜醋生螺等等 嗯 真想 为啥说是量身定制呀 嗨 您不是丧失了部分功能吗 这才不顺 那我得多吃两口 后来 变形美味的宋高宗 坐船去西湖放生 真美呀 去拥抱大自然吧 今天的鱼客真多呀 还挺大个儿 中午 他在湖边吃了一碗 送早做的鱼根 好新鲜呀 从此宋早鱼根成为 灵安餐饮界的命流 啊 能喝到鱼根 死也值了 据说后来 宋早又研发出一道 震惊全程的名菜 西湖醋鱼 能活着吃到一口醋鱼 真是值了 至今 这道菜还让很多人 刻苦铭心 仇仇 这鱼好吃吗 这么说吧 这鱼 死得愿呢 啊 你觉得呢 关于古人 花式干米饭那些事 最早把米饭吃出花的 是味进南北朝的人 他们发明了 酥饭 来 里里 酥饭更有营养 分明是米饭不够 蔬菜来凑 到了唐朝 团油饭成了大户人家庆身宴的必备 而啊 这团油饭里有煎虾 烤鱼 鸡肉 鹅肉 营养肥高 舅舅 我满月时团油饭里都有啥 咱家里穷 能把你养活就不错了 而到了清朝 能吃上一口吉林大米 简直是人生最大的姓氏 晚上 快把这大米存好 等舅舅过寿的时候再吃 这大米有啥珍贵的 知道唐朝皇帝吃的炉成道吗 炉成道和我这款大米 可是来自同一片土地 和皇上吃同款大米 你说有啥珍贵的 那它有啥特别的 这大米 产自吉林 那里白香黑水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能够育育品质优良的大米 所以历来都是供义的绝佳产地 种植上 MAP中华农业 提供了全方位支持 从供义好品质 到种畜好品质 利用了MAP-Respite 摇杆卫星等数字化农业技术 指导种植 古典和现代科技融合 这大米是真香啊 它还采用了 六部歇密金控技术 步步所鲜 每一粒都香到没朋友 这大米居然是好吃 谁让你吃啊 这是我的 全龙吃饭 也要AA猛 什么啊 万岁爷许客 咱们花钱 是的 万岁爷说 让大家有参与感 从全龙15年开始 全龙每年都为众筹在 太和店举行跨年团建 昨天 活动落实的咋样 回万岁 这次参业 刻意炫在了休息日 共规划了200桌 北京王自费8桌 巨王自费5桌 费了自费3桌 狐狸野公自带酒水 食材统一送到玉扇房加工 不会有人下毒吧 万岁爷放心 他们的家谱 我赚得死死的 那就开戏吧 开戏 咳咳咳咳 这简单说两句 来 大家祈备 真知道 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 看有些人 可能因为没参与众筹而伤心 没关系 明年还有机会 大家要相信 江山不是整一个人的 且有大家的份 那为啥 现在不掉江山 冲击这位员工 器重今年的头颈 足福消消了 大家一起攻击他吧 万岁爷 我刚如之不清楚公司规定了 张晓律 肾上让咱俩鸭班 今天 咱就给他上一课 必须的 南朝食的玉扇 等同于今天的自主餐 想吃啥 自己拿就行 开席 老舅 快去抢金针武昌鱼 没事 还有跳完车 难道大家都是饿了三天吗 徐小客是不是神经了 不动筷子 估计饿傻了 别看了 快抢吃的 还好身上加菜了 不然我就去见我太爷爷了 看 徐小客都爆发了 徐小客 你肚子里藏了什么 当然是知识啊 喂 瞎投东西 我家里特别的困难 从小我的妈妈就是指尖幼 我妈是等我出头了 一定让她吃脸毛的 小心啊 以后孔里就是你家 千万不要拿自己当外人啊 好嘞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古人知道毒蘑菇咋办 比如有次 苏东坡跟朋友在园子里瞎逛 突然 苏东坡发现树上有一种神奇的生物 这黄刚刚看着不赖呀 于是 他立马起锅烧油炒蘑菇 还好他们饭后没有看到小人跳舞 可到了南宋 一个叫德明的僧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有次出门找食材 随手就把别人分头的蘑菇给撸了 回去给师兄弟补补身体 他用鲜蘑菇炖了一大锅中 可当他从厨房出来时 看到十几个兄弟当场处死 德明吓得赶紧冲进厕所找紧用 才躲过一劫 而一个叫定心的窝果僧人 同样也中了毒 可他却忘记了解药 你当我傻吗 问死了也不吃这臭玩意儿 然后他就去淘饭了 齐国为了吃烧烤又夺品 比如齐桓公刚上位时 齐国那是内忧外患 名不聊生啊 聊吗 不了 谁来弄吧我 然后就场往馆仲就来了 在馆仲的见义下 齐桓公轻摇薄腹 广纳贤财 能功巧奖 只要来齐国发展 工资翻三倍 请进 外地商人来齐国庆货 不但免税还管吃管住 谢谢啊 齐国真是好客啊 接着把盐铁收归国有统一管理 不但食盐量大分 卖到国外还能多赚四十倍的利润 在齐国没有难做的生意 国家有钱了 百姓的日子也很滋润 舅舅 晚上要不要来我家吃烧烤 好嘞 多带点人去 当时的烧烤非常狂野 一把三叉戟 插上半斤肉 让你一次吃到爽 他也就喜欢这些人 就真可 烤不完 根本烤不完啊 秦始皇能吃到冰镇西瓜吗 这玩意儿要到宋朝才传入内陆 秦始皇应该是吃不上了 但是他自有妙招 比如趁冬天安排凌人去河里挖大冰块 再统一存进深井里 等到夏天再用 大嫂 你去给寡人弄点深井冰过来 是 这俩可是咱大军最深井的 我说的是那个 拔凉拔凉的深井冰 哦 知道了 冰块运过来后 会被放到冰箭里 给室内降温 也可以顺手冰点水果吃 当然 像龙眼荔枝 琵琶里咸阳太远 吃不着 不到到汉朝才传入 也吃不着 菠萝 草莓 苹果 也要到元朝后才有 然后 大离东岛迷红堂 到焦点才有的吃 再 再种一个试试 所以 秦始皇夏天 可以吃点黄杏 桃子 李子结束 哎 能降温就行 当然 还有一种风险极高的降温方式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使用 现在 立刻 马上让寡人凉 我听说 李不韦是你爹 来人 把他拖出去 无的纷纷 让他赢了 大王 拿到我的笑话 不够了 孤人夏天爱和 什么兵饮 相传 唐唐时 街上就有 卖冰的铺子 而且天越热 买得越贵 老板 给我来块 老绿甲冰堆 一两金子 啊 你这是金子做的吗 我这儿可是高级货 你还买不买 不过 总有人能买得起 比如白菊 烤着卖师 财务自由 冰块 都整框整框买 老板 这几框冰 给我送家里 晚上做凉面 好嘞 这就才得多歌剧茶 到了宋朝 冰饮的花样 一下子多起来 像砂糖绿豆冰 木瓜冰汁 红茶冰水 椰子冰酒 金菊雪泡等 吃起来 那叫一个爽 这包装看着便宜 就这个 老板 结账 十两银子 啊 这么贵 不如 我给你写手诗吧 这是上一个用试结账的 吃你的吧 你能想象 在明朝 吃块猪肉 全家都要重军嘛 话说 猪狗招 十五岁 登基结婚 二十八岁 还没孩子 郁闷的他 去江南 夸天九地散心 路上看到百姓杀猪 这猪就是废物 连猪都赔不上 猪后照当时练就绿了 我姓猪 还属不猪 杀猪不就是杀我吗 于是 他下令干掉 全国的猪猪 谁敢哑猪 全家重军 对对对 可老百姓这边 就不干了 好几个月没开婚 都饿极眼了 他们冲到猪后照别墅外 趁他调戏林女士 阿达 朝里面扔了个 绿色大猪头 猪后照吓得 连尿三天闯 郁闷的他 去江上大鱼三斤 结果被拽进水里 万斤只喝了几口水 不过 一次得了肺炎 不久就嘎嘣了 竞逐林也随即取消 看来 我真的跟猪犯冲呀 鸿门宴上 大家都吃了啥 鱼哥帮我刷个卡 你这人重蹭蹭蹭喝的 上次鸿门宴的钱还没还我呢 啥鸿门宴呀 骨子 从小里 我要给刘邦尝尝记起 去年冬天 那是寒风刺骨呀 鱼哥请咱去鸿门宴大饭店吃饭 你还带了一百多个兄弟一起吃饭 等会使劲吃 把象鱼吃破产 好 当时 鱼哥咱仨在雅间吃的 因为是冬天 蔬菜很少 鱼哥就点了 脚炎烤鹿干 酱炖猪大腿 还有米酒 我还叫象装骨剑助兴 别提了 还有一件扎我脑袋上 而且 据我的贱人透露 你约我吃饭 就是想弄死我 要不是上次鲜羊马拉松 你耍赖跑我钱的 我会想弄死你 谁让你名声不好 君主不欢迎你 你 想装骨剑 反馆 啃酱炖 你俩别吵了 我也有个事要说 说 再不打算 咱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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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